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長之瑞 我們這次又回到跑鞋開箱 這一集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去年算是轟動我們頻道的一個主題 也就是我腳上的這雙 迪卡農的KD900X LD 下一個下一年份的系列了 哇 耗時一年的時間 這個跑鞋在迪卡農的碳纖維版系列 也得到了全新的更新 那上一代呢定價是3999元 這一代有點小漲價 畢竟也有一點點你知道物價波動 這次呢定價是4299元 我們就來幫大家開箱一下 這次的迪卡農碳板鞋值不值得買 而且你整套都是迪卡農 順便買了一套衣服褲子 我那個經過跑步區域的時候看到 褲子還蠻好看的 這件褲子定價3999元 裡面是有內裡的喔 是有小內褲的 然後它這個是非常透氣的材質 前後的布料是不一樣 那衣服呢看起來很像棉質 但其實它是有點透氣的效果 但我覺得衣服蠻熱的 你剛摸到我的奶頭 小心手喔 幹好恐怖喔 所以買跑鞋它都會送那麼大一個表情就對了 它會送一個讓你買美工刀的機會 不是嘛 先不要割了先給你看一下 這全新的跑鞋 裡面這個鞋 標籤是怕你不知道耶 有那麼多注意事先要提醒是不是 這個就算了我剛剛已經在家把我身上的衣服 還有褲子的這個大標籤都割掉了 這點還是覺得很煩 就是你知道有些衣服 像Lululemon或EUA 它是可以讓你一撕就直接撕掉了 就是那種設計是已經有一些虛痕在 然後我剛撕了很久 這根本就 它是要讓我用力撕的 可是鞋子就破掉了 它不是要讓我用力撕的 喔 這次的整體的穿起來的質感 相對於上一代 就是900 KD900X 這次的型號叫KD900X LD 這次的型號啊 整體必須講做工一些細節上面 還是真的有比較好 阿裝鞋其實我在倫敦馬的時候 也已經在博覽會看過了 所以那時候拿到的時候 就覺得整體的鞋子啊 它的用料 它的中底軟Q程度 還有實際穿起來的感受 以及它布面的這個鞋面的設計啊 真的相比於上一代是有進步的 上一代其實在社群上面也是一片慘罵 就是其他國外的youtuber 或是跑鞋評測的這些博主 其實也都是把這雙鞋弦得一無四處啦 完全就不建議拿來比賽的這雙鞋子 那這雙跑鞋 這次已經有女子選手穿了這雙 就是迪卡龍最新推出的這個KD900X LD 跑出了全馬2小時24分的成績 所以以成績來講 它也已經算是有得到精英選手的認可 那上一代應該是沒有啦 然後10K也有男生跑者穿出這雙跑27分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以成績應該是相對於背書來說 幫助它很多 那我就來實際 稍微體驗一下跑一跑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穿過上一代跟這一代一年後 這雙跑鞋到底有沒有進步 穿起來值不值得推薦給大家 切縮跑鞋的定價 這雙跑鞋定價 4,299元 然後搭載的是中底科技 PBA加EVA的這個複合中底科技的材質 所以踩起來其實是回彈效果蠻好的 然後也很Q軟的材質 那中間一樣有搭載了一個全掌式的碳板 OK 那我們就去小跑一下吧 OK 我們開跑體驗一下 還不錯耶 我覺得這次的底卡龍 可以買喔 可以考慮 我們剛剛體驗完了田徑場 我覺得這雙底卡龍的KD900 LD 太長了 我們後來就簡稱它那個LD好了 新款的 那這款鞋子 我覺得在跑田徑場的時候 因為它本身的中底 其實材質是比較Q軟的 腳桿上如果E是最軟 其實是最硬 它大概落在我覺得4.5到5分左右的這種軟Q程度 就是中等 不會太硬也不會到軟到不行 但其實它的碳板 我剛剛凹了一下 蠻Q軟的 就是你看一下 哇 它比上一代進步那麼多喔 上一代是腳桿很硬啦 上一代比較缺點的地方 是它在前掌這個位置 其實它這樣可凹的程度 你可以看起來 前掌捏下去的幅度 可以潰縮得很明顯 但其實上一代 它的前掌打距 基本上跟踩到地板一樣 就是很硬 然後我這次去底卡龍買這雙鞋的時候 還有再試穿一次上一代的跑鞋 我把兩雙鞋子在地板上這樣踩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就是上一代 黃色粉紅色那個系列 它其實在前掌的部分 真的是比較硬派 然後沒有這麼Q軟的中底 厚度腳桿上是比較薄一點點 雖然這雙以前掌的感覺 還是比較輕薄的 但是以腳桿來講 它至少相比於上一代 是不會這麼樣 踩到地板很硬派的那種感覺 然後又覺得往前推進效果很有限 至少這雙跑鞋 它的設定的這個導角 在滾動的感受上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感受的 跑在五分數 四分半左右 都還算OK 但跑到四分整左右的這個配數 我剛剛會覺得它 上半部的這個包覆效果 鞋內空間是稍微比較大的 我已經拿小半號了 我是穿26.5 我這一雙是穿26號 還是會覺得有一點點 包覆效果可能沒有來的 真的這麼完全貼合腳背的感覺 可能它這個鞋面 還是稍微比較 不知道耶 就是做的沒有這麼整個服貼腳背 沒有這麼穩定的感覺 但它前後跟 其實縮得很裡面 在穿脫上面是蠻困難 它的前後縮口其實是比較小的 包得很裡面 所以要脫其實是 沒這麼好穿脫的 一定要鬆鞋帶 這邊空間又很寬 它就是這邊 沒這麼好穿脫 一定要鬆鞋帶 但它這個地方 在真的加速的時候 也有可能是這個中底缸 一折就整個軟掉那種感覺 會讓它感覺 鞋內空間在這種 彎折角度很大的情況 這個腳背這邊是空空的感覺 至於這雙跑鞋在公路表現 我個人認為會相比田徑場來講 更適合它一點 因為它的腳感 在田徑場有點過軟的情況 其實在公路上就可以杜絕這個腳感 當然還是像剛剛前面講到 它因為有點過軟的問題 其實在一些過度彎折 或比較速度高的這種配速情況下 像剛剛跑到4分內3分50 就會覺得它的穩定度會稍微在鞋背的這個包覆效果上 會有點小打折扣的這種情況出現 但如果你大概在4分半5分數續航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跑起來的腳感 還是覺得是這雙鞋可以駕馭的區間 那就算你用腳跟著地 這雙跑鞋不會讓你覺得很不友善的 沒辦法做到很好的滾動效果 那它這次的大底 也是宣稱可以達到1000公里的這個磨損是沒問題 是非常耐磨的一雙跑鞋 中底呢官方也打說他們已經實測了 超過1000公里的使用之後 會只衰退大約10%還有9成的功力 所以整體來講這雙跑鞋 可能會是耐磨性 或者是它的使用能耗上來講 是可以穿著很久的一雙跑鞋 直接說結果的話 相對於上一代進步很多 而且我覺得終於有點對得起它目前的定價策略 其實上一代3999 聽起來在碳滿跑鞋裡面好像已經非常便宜 但我覺得上一代根本就 不好意思直言 但我覺得就是不值得這個價錢 但這一代雖然賣到4299 但我覺得以整體的設計啊 或腳感推進感受 滾動的慣性來說 我覺得它都有對得起它的價位區間 當然這個大家就可以好好稍微想一下 如果你要花4299元 你會稍微想要等一下 可能過季去年前年的這種一級碳滿跑鞋 可能六七千塊的價位 還是說你想要入手最新的迪卡龍這個碳滿跑鞋 當然就是因人而異啦 那如果是我的角度的話 4299元 我可能會拿來買去年的那個Vaporfly 2代 或者是說Pro3的比較舊款的這個配色 或者甚至到Pro2 我都會認為整個推進感受 穩定效果或是暴力程度 可能都相比於迪卡龍之中來講 會更加進階有感一點 那我個人認為這雙跑鞋的腳感啊 後跟著地也算是可以駕馭的區間 不會說非常不友善 再加上它的碳板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彎折程度 其實是很友善啦 那中底踩起來也相比上一代更加舒適一點 所以它不會說是一個很難駕馭的碳板跑鞋 但是以這個價位區間來講 可能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但我覺得它至少已經追進其他品牌的碳板跑鞋的屁股了 至少已經看得到人家的車尾燈 好像有摸到邊 開始有追上的感覺 但我覺得最接近它的腳感的話 可能像是Megino的Flash 已經有點像是TPU版的這種板材材料 甚至暴力程度來講 我覺得還沒有碰到亞瑟士的Matrix V3代 那如果它的這種軟Q程度來講 比較像是我評測過的一些 中國的碳板跑鞋 但是畢竟人家價位只要這個的一半 一兩千塊可能就買得到 所以它的定規區間 我覺得最後要歸納的話 可能就是或許你不喜歡穿 最頂級的碳板跑鞋你駕馭不了 然後你又覺得你現在穿這個入門跑鞋 不夠有推進感受 然後你又有一些 可能不想穿中國製的跑鞋 那或許最後的選擇 你可以考慮這雙迪卡龍的KD900 XLD 那整體來講真的是有進步 值得大家去試試 但以4千多塊的價位 雖然我們是自費購買 但我是可能不會推薦大家 用4千塊來買這雙跑鞋 或許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如果是我的話 4千塊你可買舊版的碳板跑鞋 或者是拿去買Magic Speed 我覺得都很不錯 美金龍的Flash也很棒 Nike的話 我覺得穿到Fly也可能3千塊就可以買到 但腳感上 可能應該是會比他好一點 但不錯啦 迪卡龍已經開始進步了 而且他整體的這個 價位對著其他的表現 但比較有趣的一點 如果你想要成為 看起來非常Pro的話 或許迪卡龍是一個 最便宜最便宜的入門選擇 讓你穿的 花了最少的錢 穿的看起來最Pro 衣服299 褲子399 鞋子4 299 我整套買下來 不到5千元 就可以營造出非常Pro的感覺 當然服裝 或者是鞋子 等級也是有到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評測這雙 迪卡龍的KD900XLD的這個評測影片 如果大家對於這雙跑鞋 有去使用上的心得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跟我們交流分享喔 我是你的家人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想看更多 關於跑鞋相關的開箱影片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起來 想來通知你最想看到的 這雙跑鞋 我們應該過一陣子 就會把它出售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剛好穿26號 可以私訊我的粉專 我們會用非常優惠的價格 把它賣給你 畢竟它只穿的非常新 可能不到50公里 可能不到50公里 如果你喜歡或者說 我以為別的走迷路 我會有的 我會有這個